各位好我是晚修哥 晚修哥有人聊卡盒啦 我在公司 剛離開 回到家做這個視頻 錄這個部分 因為卡盒出來之後 還是要做一下投影片做整理 不然那個網站的字我都覺得有點小 那這一次出的 第20迷你包卡盒是 封面是我們的磁石戰士 電磁石戰士合體的這張卡 那我基本上我自己也大概早上快速Run過一次 因為他的卡盒資訊出來的都有點慢 我個人覺得可以大概前五天就可以出來了 因為他預計在6月19號就要發佈這個新卡盒了 所以我就趕快把它做一做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迷你卡盒 那一樣提醒一下 這個影片就是晚修哥自己的新卡跟介紹 那切勿盲從跟腦跟啊 不要說晚修哥覺得這個好就 喔這個就一定好 晚修哥覺得這個爛就一定爛 那也歡迎各位的批評跟指教 對 那我們就來看吧 這個第20迷你卡盒系列主打有三項啊 但是還有一些比較細部的我就沒有打 第一個是磁石戰士系列 那他加入電磁石戰士吧 磁石戰士變得更完整 第二個是岩石族系列 那包含什麼什麼遺跡覺醒啊 古代遺跡之類的一些卡都跟岩石族有關 第三個是傳說騎士系列 也就是那個進入那個遊戲王 進入那個鍍馬篇嘛 鍍馬篇的時候 譬如說有什麼海爾摩斯之爪 還有傳說騎士那些一大堆的那些 卡都是在這個卡盒裡面有出 那我們大家就可以仔細看這種比較魂的卡 好那我們就開始介紹吧 在介紹之前還是有一個要講 就是我們一樣跟之前一樣做討論嘛 就是這樣子大家彼此交流之後 比較有可以讓想法這個發散擴散 那我們的底下推文回應的方式就是 寫編號加他的名稱 例如第二張卡序號2殘骸龍 他就是一張同步神卡類似這種 那就讓大家可以做參考跟誰做搭配之類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張 第一張就是我們的封面的這一張 叫做電磁石戰士電磁戰神 那他地屬性等級1 2 3 4 5 6 7 8 等級8 岩石組特殊效果怪獸 攻擊力3000 守備力2800 那他是第一個 磁卡不可通常召喚 從我方場上手排目的將電磁石 等級4以下的磁石戰士怪獸 並以對手掌上一張卡牌為對象發動 將該趴破壞 第二個效果 磁卡因戰鬥會對手效果破壞 可以我方被除外的電磁石戰士 阿法 貝塔 噶馬 各一隻為對象 特殊召喚該怪獸 所以他就可以搭配磁石戰士 讓磁石戰士更完整 然後把這個阿法 貝塔 噶馬 除外之後就可以直接特招 那特招完之後 就是如果又被戰破或效破 還可以再把那三隻再叫回來 我覺得電磁石實在是還蠻帥的 好來 第二張 好 叫做殘骸龍 那殘骸龍長得有點像星塵龍 那他是等級4 風屬性 龍族協調效果怪獸 攻擊力12000 守備力2000 磁卡作為同步素材的時候 只可用於同步召喚的龍族怪獸 他只能用來同步龍族 且其他同步素材 必須為等級4以下的怪獸 所以變成說 他4嘛 那4加4加8 所以他最多只能同步說等級8的龍族怪獸 或等級7或8 那不外乎就是黑牆威龍嗎 或青城龍嗎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暗虹惡魔龍嗎 尺卡召喚成功時 可以以我方目的攻擊力為500以下的怪獸發動 以攻擊表示特殊召喚該怪獸 以此召喚的怪獸效果被無效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4加 看如果你交的是4星就4加4同步 4加3同步都可以交 所以他也是用來同步用的 下一張 這張我覺得一出黑魔島又要變得很猛 叫做魔術師導航 那各位應該對他印象深刻 在大神案的時候他有出現過 他第一個效果 從手牌特殊召喚一隻黑魔島 之後從牌組特殊召喚一隻等級7以下的魔法始祖暗屬性的怪獸 所以手牌要先有黑魔島 然後之後就可以特招一隻等級7以下的魔法始祖暗屬性怪獸出來 第二個我方場上存有黑魔島的場合 將墓地的死卡除外 並以對手場上的一隻表測表示暗屬魔法陷阱卡為對象發動 直至結合解釋該卡牌無效 以此效果被送入墓地的回遊不可發動 也就是說在墓地還可以讓對方無效一次 真的是還不錯的一張卡 對 好那第四 精神球惡魔等級2468 等級8暗屬性超能足同步效果快獸 手攻擊2700 手備力2300 他用協調加協調以外的怪獸一隻 那此卡因戰鬥被破壞衝入墓地時 回復我方以破壞怪獸原本攻擊力數值相當的生命數值 此外一隻超能足怪獸為對象的魔法陷阱卡發動時 可支付1000點生命值點數時 該發動無效 就可以防 就是同步的泛用卡 等級8的 好再看看第五 咒服龍 那這個應該也是玩一個魂牌啦 那之前這個 鍍馬篇的時候就有出現 類似這種的 就是跟傳說之龍搭配的 那暗屬性 12345678 等級8 暗屬性龍族聯合效果怪獸 空擊力2900 手備力2500 那他要怎麼搭配呢 他要用黑魔藻加龍族 怪獸做融合 那此卡僅可 做上述作為融合素材召喚 或以迪馬歐斯之眼的效果做特殊召喚 第1個效果 慈卡特殊召喚成功時 以我方對手目的任意數量的魔法卡為對象發動 將該卡除外 慈卡的攻擊力上升除外的卡牌數量成100 一出場就先除外對方目的的卡牌 第2個效果 慈卡被破壞的場合 可以以我方目的一隻魔法屬族怪獸為對象發動 特殊召喚該魔法屬族怪獸 看起來沒有特別強 但是就是還蠻帥的 好啦 接著是我們的重點 電磁石戰士α β已經拿到了 α的效果是 等級3D屬性岩石族效果怪獸 1700 攻擊1700 守備力1100 電磁石戰士α的效果 一回合之 圈圈一的效果只能用一次 第1個效果 慈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場合 從牌組將一隻等級8D的 磁石戰士怪獸加入手牌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隻來檢索剛剛那一隻 合體的那一隻 第2個效果 可於對手回合釋放磁卡並發動 從牌組特殊召喚一隻等級4的 磁石戰士怪獸 所以他就可以把他自己做 就是他釋放嘛 然後自己做堆目 那你又再拉一隻 譬如你可以拉β或拉γ 那很快就可以滿足這個 這個召喚的條件 那電磁石戰士α等級3D屬性 岩石族效果怪獸 攻擊力800 守備力2000 那第一個效果 磁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時 從手牌特殊召喚一隻 電磁石γ以外等級4以下的 電磁石怪獸 他就特召一隻 那第二個效果 可於對手回合釋放磁卡 並發動 從牌組特殊召喚一隻 等級4以下的磁石戰士怪獸 所以 γ,β,α,α,電磁石戰士 好像都可以在對手回合 直接拉一隻出來 所以他是變成說 可以很容易就打到這個 合體的條件 那還是α我覺得比較重要 因為α可以減鎖 好啦 八古代遺跡大師 他是走岩石族系列的 等級4地屬性 岩石族效果怪獸 攻擊力1800 守備力700 第一個效果 一回合一次 可以我方場上表示表示的 古代遺跡卡牌送入目的 並將一張蓋牌與對手的卡牌 為對象破壞該卡 第二個效果 與對手回合 一回合一次 可以我方場上的一張古代遺跡場地 魔法卡為對象發動 將該卡送入目的 並從牌組發動一張 與該卡不同名的 古代遺跡場地魔法卡 就是送一張場地魔法卡 然後再換一張場地魔法卡 應該是蠻好用的 好 那接著就是 這個是 很 非常非常 這個大家都 應該都很熟悉的 守護者 艾爾朵斯 風屬性 等級 2 4 6 本級8 天使族效果怪獸 攻擊力2500 守備力2200 守備力2000 第一個效果 我方場目的沒有存在怪獸場而 可送手牌特殊召喚此卡 這不錯 就是第一回合就直接特招 第二個 將我方場上的一張裝備卡 裝備在慈卡的裝備魔法卡送入目的 以對手目的最多三隻怪獸對象發動 將該怪獸從遊戲中除外 回合結束前 每以上數除外一隻怪獸 慈卡攻擊力上升500 就是除外對手的目的牌 然後增加攻擊力 第10 閱讀命 那這張是靈魂怪獸 那他的效果是 呃 慈卡召喚反轉召喚 選擇一隻表測表示存在於對手場上的怪獸 使其變為里側 守備表示 一下怪就直接變里側 好來 11 雞木龍 這個等級很高 地屬性等級8 岩石族特殊效果 召喚怪獸 攻擊力2500 手背力3000 那慈卡不可通常狀喚 你現在我方手牌 目的三隻地屬性怪獸 除外 要三隻喔 合從手牌 目的特殊召喚 那也可以在目的特招 金木龍的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 只要慈卡存在於怪獸區 我方場上的岩石族怪獸 除戰鬥以外的方式 是不會被破壞的 對 就是你只能戰破他 第二個 慈卡從場上被送入目的的場所 為了使 等級合計變為8 從牌組挑選最多三隻岩石族怪獸 加入手牌 因為你在特招他的時候 已經除外了 所以你目的還必須 還必須要堆到等級8 這個我就不知道容不容易了 因為他目的三隻合計等級8 那如果他是等級8的話 那就是3加3加2 好 那下一隻 古代遺跡巡航機場地魔法卡 第一個效果 只要慈卡存在於怪獸之 每次岩石怪獸被召喚 我方回復500生命值 第二個效果 古代遺跡怪獸 被召喚至場上的場合發動 我方從牌組抽取一張牌 之後再捨棄一張牌 第三個效果 場地區的表測表射慈卡 被送入目的時 從牌組將一隻古代遺跡的怪獸 加入手牌 那就可以配合剛剛的 古代遺跡的那張牌 可以把牌送入目 然後再特招 再拉一張其他場地魔法卡 那你還可以再檢索一張遺跡怪獸 應該也算是不錯的搭配 來13叫做同時區 那就是 一回合一次 我方場上的怪獸 因戰隊被破壞場合 可從我方牌組將一隻岩石組怪獸 作為代替送入目的 喔這個不錯耶 被戰破 直接從牌組做代破 還可以做岩石組的對目 還算不錯喔 來14 那就開始進入阿卡 核神龍迪馬歐斯 那這個應該 我印象中 他在動畫有出現 有合體過 那聽數非常高 光屬性等級10 戰士組融合效果怪獸 攻擊力守備力都是問號 那他必須要用 三隻傳說騎士做融合 才可以特招 那他將傷 而且他在融合的時候 他是不需要融合卡牌的 這三隻送入目的之後 就直接融合召喚 第一個效果 此卡不可受其他卡 不受其他卡牌效果的影響 第二個效果 此卡進行戰鬥傷害時可發動 此卡的攻擊力守備力 變為場上攻擊力最高怪獸的攻擊力相同 第三個 此卡因戰鬥被破壞時可發動 挑選我方手牌牌組目的三隻傳說騎士怪獸 無視條件特殊召喚該怪獸 意思應該就是如果對手場上有一隻怪 那你在這個攻擊對方的時候會跟他對爆 那對爆完之後再從這個 手牌目的 將三隻傳說騎士怪獸直接特招到場上 然後再做一波進攻 對 好 那這個還蠻帥的啦 好來15 暴君 烈暴龍 那光屬性等級8 龍族融合效果怪獸 攻擊力2900 手臂2500 那跟暴君龍剛好一樣 體現以迪馬 克利迪斯之牙的效果 將我方手牌場上的暴君之翼 暴君之翼送入墓地的場合 此卡可特殊召喚 所以要抽到那個克利迪斯之牙才可以用 第一個效果 此卡可向全部怪獸攻擊一次 第二個效果 可以我方場上的一隻怪獸為對象發動 此卡被視為攻擊力手臂400的裝備卡 裝備於我方怪獸 以此效果裝備的場合 我方裝備怪獸一次的戰鬥階段可以攻擊三次 就有點像暴君龍的感覺 好 女神的聖功阿爾提米斯 那這個大家應該都是也印象深刻 只是我自己的動畫裡面的聖功好像不是融合卡 就是 戰士族融合效果怪獸 僅限以海爾摩斯之爪的效果 將我方手牌場上的戰士族怪獸送入墓地 此卡可以特殊召喚 所以要有海爾摩斯之爪才可以 第二個效果 此卡特殊召喚成功時 以場上除此卡以外的一隻怪獸對上發動 此卡被視為裝備卡裝備與該怪獸 第二個效果 此卡以效果裝備的場合 與我方對手戰鬥階段僅一次 使對手發動的魔法牽警卡 怪獸效果無效 試用此卡戰鬥階段時 裝備怪獸可以攻擊兩次 還OK 但是出場有點麻煩 古代遺跡獵人 古代遺跡獵人第一個效果 場地魔法卡以表測表示存在場上時 我方族通常召喚換一次 與我方主要階段可以再召喚一隻岩石族怪獸 第二個效果 與對手一回合一次 可以我方場上一張古代遺跡場地魔法卡為對象 將該卡送入墓地 從牌組發動一張與該卡不同的古代遺跡場地魔法卡 那就跟剛剛那張有點像 對他們的特色好像都是可以 針對他的場地魔法卡做一些動作 對 那打點沒有到特別強 但是第一個效果還算不錯 好18 傳說騎士迪馬歐斯 那光屬性等級8的戰士族效果怪獸 那攻擊力28手背力1800還算OK 那慈卡不可通常召喚 僅可以傳說之心的效果特殊召喚 所以傳說之心等下會介紹得到 第一個慈卡特殊召喚成功時 可以場上表測表示的一張魔法心情卡為對象發動 將該表測 表示的魔法心情卡除外 直接除外一隻 但是表要一定只能除外表測的 第二個慈卡被選擇為攻擊對象時 可以以我方目的的一張魔法卡為對象 將該卡蓋置我方場上 沒有說速攻也沒有說永續 所以應該可以挑速攻 但是速攻沒有辦法馬上發動 對 好下一張 傳說之騎士克利迪斯 那攻擊力28手背力也是1800 那他只可以用傳說之心的效果特殊召喚 第一個效果 此卡特殊召喚成功時 以廠商一張表測表示的魔法心情卡為對象發動 將該魔法心情除外 跟剛剛的是一樣的 第一個效果 此卡被選為攻擊對象時 以我方目的的一張陷阱卡為對象 該該陷阱卡蓋置我方場上 以此效果蓋牌的卡牌 與蓋牌回合也可以發動 那這個就不錯 直接拉蓋牌上來還可以發動 好下一張 傳說騎士海爾摩斯 那海爾摩斯這張卡也是用傳說之心的效果特殊 第一個效果就是跟剛剛是一樣 除外表測表示的魔法陷阱 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此卡被選擇為攻擊對象時 以我方目的的一隻效果怪獸為對象發動 直至下一個我方回合結束階段 此卡與目的的同名卡獲得相同效果 那這個也不錯 因為我們可以先用怪獸做堆幕 那堆幕完之後再拉他的效果一起來用 也算還不錯 這三隻 一個是蓋魔法卡 一個是蓋陷阱卡 一個是跟得到怪獸的效果 好20 守護神艾克索德 長得又像黑暗大法師 那他是岩石族怪獸 那斯卡不可通常召喚 錦線釋放我方場上一隻怪有 斯芬克斯之名的怪獸可以特殊召喚 只要斯卡以表測存在場上 地屬性怪獸反轉成紅石 給予對手一百一千點的生命值 那感覺這可以拿來玩一些 一些燒血的應該也可以拿 守備力四千超厚 對 好 來下一隻 21 櫻頭獅身斯芬克斯 那之前有那個嘛 有獅頭的嘛 這是櫻頭的 岩石族等級 6 這個效果怪獸 2400攻擊力 守備力1200 只要斯卡以表測存在場上 對手不可以選擇 里測表示的怪獸為攻擊對象 誒 就是防里測 就有點像洋鬥作戰 來22 羊頭獅斯芬克斯 那跟剛剛的攻守是相反的 剛剛是24001200 現在變12002400 只要斯卡以表測存在場上 呃 場上的怪獸返回是持有者手牌時 該怪獸的持有者挑選一張手牌送入目的 嗯 好像還好 23 再生石魔 等級4地屬性岩石族效果怪獸 攻擊力1000 守備力2100 茨卡從牌屬送入目的時 從以下效果選擇一個發動 那第一個效果是 從目的特殊召喚茨卡 第二個效果 將茨卡送入目的 將茨卡從目的加入手牌 看你要檢索他還是特招他都可以 24 圖偶 那 地屬性等級4岩石族效果怪獸 攻擊1900 守備力0 那第一個效果只能用一次 一回合只能用一次 與茨卡因對手效果被送入目的的回合 結束階段可發動 從牌組將一隻我方賞上目的不存在 等級的怪獸加入手牌 算還不錯喔 茨卡因對手效果被送入目的 要對手的效果不能是戰破 那還好 可發動 從牌組將一隻我方場上目的不存在的等級 譬如說場上只有3跟4 那你就可以檢索5、6、7或者是1、2 25 古代遺跡的巨像王 又是一張場地魔法卡 第一個效果 場上的原始族怪獸攻擊力上升500 第二個效果 我方的古代遺跡怪獸進行戰鬥場合 直至傷害結束付出 對手不可發動魔法陷阱 怪獸效果 有點像這個古代機械喔 第三個 場上表測表示的此卡被送入目的時 從牌組 從手牌特殊召喚一隻古代遺跡的怪獸 那他是另外一張場地魔法卡 可以跟前面的場地魔法卡做搭配 26 迪馬歐斯之眼 迪馬歐斯之眼不知道是誰的 我知道還有魔法之爪好像是 是誰的 是層次內抽到的嗎 此卡的卡牌名稱被視為傳說之龍迪馬歐斯 一回合一次只可發動一張迪馬歐斯之眼 第一個效果 以我方場上的一隻黑魔島怪獸為對象發動 將該怪獸作為融合素材送入目的 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一隻 該怪獸作為融合素材的融合怪獸 就是拿來做剛剛的那個 咒服龍的這個 的 總合卡 27 疫病病毒黑塵 場地魔法卡 裝備魔法卡不可進行攻擊 裝備怪獸控制者的第二回合結束階段時 破壞裝備怪獸 此外 因此效果裝備怪獸破壞而造成此卡被破壞的場合 將此卡返回至首牌 就裝備在怪獸上 不能讓他攻擊 兩回合之後那個裝備怪獸就會爆掉 那裝備怪獸被破壞 而破壞此卡的時候 又可以回收這張牌 再次利用 感覺可以拿來玩一下 這是卡圖有點噁爛 28 投石攻擊 可從牌組將一隻岩石怪獸的主送入目的發動 給予對手500的生命值 感覺也不錯 可以拿來做燒血一波 好 這個29開始進入N卡 那真紅眼的黑龍劍 僅限以海摩爾摩斯之爪的效果 將我方手排場下的戰士組怪獸送入目的 此卡可特殊召喚 那第一個效果 此卡特殊召喚成功的時候 以場上除此卡以外的一隻怪獸為對象發動 此卡被視為攻擊力上升1000點的裝備卡裝備該怪獸 第二個效果 以此卡效果裝備的此卡 攻擊力守備力上升雙方目的龍族怪獸乘以500 就是他就變成可以裝備的怪獸 加1000 這樣還好 30 時間魔術錘 那用海摩爾摩斯之爪的效果做特招 第一個效果 此卡特殊召喚成功時 以場上除此卡以外的一隻怪獸為對象 此卡被視為裝備卡 光備為該怪獸 第二個效果 以此效果裝備此卡的怪獸與對手 進行戰鬥傷害步驟時可發動 指一個骰子 直至與直出骰子 相同數字回合後的準備階段 將該怪獸與紅遊戲除外 譬如說 你直到3 那就是3回合後把它除外 應該是這樣 有點像時間魔術師 對 他的都有點像是 就是層次內用的啦 好來 31 海爾摩斯加農炮 那一樣用海爾摩斯之爪的效果做特招 第一個效果一樣 就是裝備在 可以裝備在一隻怪獸身上 第二個效果 此卡 以此卡效果裝備此卡的怪獸 與一回合戰鬥中可以攻擊兩次 攻擊了守備表示的怪獸 給予相當於超過其守備力的數值傷害 對 一樣就是 用海爾摩斯之爪特招的類似聯合 就可以裝備在上面的一個卡 好來 32 垃圾 33 古代遺跡覺醒的舞者 地屬性等級3 岩石族效果怪獸 攻擊力600 手臂1900 第一個效果 一回合一次可以以我方場目的的一張古代遺跡卡牌為對象發動 將改改法回之牌組 我方場上的岩石族的怪獸攻擊力手臂上升500 第二個效果 與對手回合發動 可以以我方場上的一隻古代遺跡場地魔法卡為對象 將該卡送入目的 那從牌組發動一張與該卡不同的古代遺跡的場地魔法卡 那就跟之前是一樣的 所以古代遺跡的怪獸的最大的特點 其實就是 更換場地魔法卡 34 守護者提斯賽斯 那我相信大家對這個應該也是很熟悉 那應該就是 拉斐爾那時候用了牌 惡魔族特殊召喚的怪獸 茨卡不可通常召喚 只能用茨卡的效果進行特殊召喚 第一個效果 可在守護者艾爾朵斯 因戰鬥效果被破壞中入我方目的的時候 那從手牌特殊召喚 要從手牌喔 所以他在手上還會卡你的手喔 第二個 可以在成功特殊召喚茨卡發動的效果 從牌組 將一張死神的大鐮刀裝備到茨卡身上 第三個效果 只要茨卡存在於怪獸區 我方不可進行召喚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茨卡從場上被送入目的的場合 將一張手牌送入目的 從目的特殊召喚茨卡 所以他的效果簡單來講就是 第一個 你要先讓守護者艾爾朵斯被戰破或消破 第二個 他一出場就裝死神的大鐮刀 那死神的大鐮刀等一下會看一下他的效果 第三個 只要他在場上 你就沒有辦法再特招其他怪獸 就只能用他來打 第四個 茨卡被送入目的的時候 他就可以從手牌 將一張送入目的 再讓他再復活 所以就是一個一直復活的 蠻恐怖的一張怪獸 三十五三銅圖 哇這個等級太高了吧 二四六八十等級十啊 機械族特殊效果怪獸 攻擊力是問號 第一個效果 我方通常怪獸因戰鬥被破壞的場合 與傷害步驟結束時可發動 從手牌特殊召喚瓷卡 第二個效果 瓷卡攻擊力上升於對手怪獸數量乘1000 第三個效果 只要瓷卡存在於怪獸區場上等級4 通常怪獸不會因效果被破壞 所以他的特招強限是 我方通常怪獸因戰鬥被破壞的場合 與傷害步驟結束時從手牌特招 所以他就是跟通常怪獸做搭配的 那你先把通常怪獸被打爆之後 那你再特招他 特招他之後你的這個通怪就不會因效果被破壞 那我覺得可以拿來玩 搭配一些很強的通怪做一個高打點 三六 岩石戰士拉基 蛇女郎拉基 古代遺跡要塞 那又是一個古代遺跡的場地魔法卡 那第一個效果 場上的岩石子怪獸手臂力上升500 那第二個效果 場上的古代遺跡怪獸不會因效果被破壞 第三個效果 場地區的表測表遺跡 卡送入墓地時 可以我方墓地的一隻古代遺跡怪獸為對象 將該怪獸加入手牌 那剛剛古代遺跡有可以檢索這個特招的 可以直接特招怪的 還有可以檢索的 那這個是可以直接從墓地檢索 再來39 傳說之星 傳說之星的效果 一回合只可發動一張 第一個效果 可支付2000點生命值 釋放我方場上的一隻戰士組怪獸發動 從我方手牌目的除外最多三隻傳說之龍的魔法卡 從我方手牌牌組目的 將除外種類最多相同的傳說招式做特殊召喚 看得懂嗎 也就是說你要先扣2000 然後再釋放場上一隻怪獸 那這時候你目的還要有傳說之龍的魔法卡 那如果譬如說你除外三張 你除外三張 你就可以從手牌牌組目的 挑選三隻傳說騎士做特招 對 那如果你除外兩張就是挑選兩隻 除外一張就是挑選一隻 對 所以 所以它的發動條件其實蠻難的 第一個 生命值不夠就不用玩了 第二個 場上如果沒有戰士組就不用玩了 第三個 如果你目的沒有傳說之龍的魔法陷阱乾 你也不用玩了 對 所以還蠻麻煩的 40 克莉迪亞 迪亞 迪斯之牙 那 這個 規則上被視為傳說之龍克莉迪斯 那一回合只可發動一張 將 只要以克莉迪斯之牙的效果 特殊召喚的怪獸 記載的一張陷阱卡 從我方場上送入目的 手牌或場上送入目的 該蓋卡牌的場上的 凱合可以翻閱進行確認 那之後 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一隻融合怪獸 那就是 前面的怪獸 有先要用這個 克莉迪斯之牙來做特殊召喚的 就可以用這張做召喚 那接著是海爾摩斯之爪 那他的規則就被視為傳說之龍海爾摩斯 那第一 他的效果是 將只要以海爾摩斯之爪的效果 特殊召喚的融合怪獸的一張種族怪獸 從我方手牌或場上送入目的 之後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一隻融合怪獸 那簡單來講就是 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到很多 這個 很多 那個融合怪獸 都又要用海爾摩斯之爪的來特招嗎 那你就要把 記載的一張種族的怪獸 從我方手牌送入目的 那你就是要把那一張那個 融合怪獸的種族送目之後 就可以用這個來特招 那舉個例好了 像這個佳農砲就是戰士族 那你就要把戰士族送目吧 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這個時間 魔術槌是魔法始祖 就是要把這個魔法始祖送目 那如果這個就是把龍族送目 這樣子應該蠻簡單 好來接著是 女神的聖劍艾爾朵斯 那這個 此卡裝備怪獸攻擊力提升500 當此卡被送入目的時 可以我方場上的一隻 守護者艾爾朵斯為對象 該該怪獸的攻擊力 除外 提升除外怪獸的力量 乘上500點 對 這是女神的聖劍 好來43 死神的大連 提斯賽斯 就是要跟剛剛的那一張 做搭配 裝備守護者提斯賽斯 裝備怪獸攻擊力提升 雙方目的怪獸數量乘以500點 哇 那如果兩目的耶 而且是雙方耶 很強耶 如果裝上去 如果目的堆個五隻 就加2500耶 對 很猛耶 應該也是蠻好用 蠻強的 好來44 光之角 裝備怪獸的守備力上升800點 磁卡從場上送入目的時 可以支付500點生命之存 將該卡牌返回是牌組最上方 嗯 感覺蠻廢的 應該沒什麼用 45 磁石轉換 可以我方目的最多三隻等級4以下的 磁石戰士為對象 將該怪獸加入手牌 哇 一次可以解鎖三隻 蛤 蠻猛的耶 可加目的的磁卡除外 並以我方被除外的等級4的磁石戰士為對象 發動 特殊轉換該怪獸 以此效果 以此效果與磁石卡被送入的回合不可以發動 所以這個磁石轉換感覺可以是拿來用的 就是 可以把這個回收目的的磁石戰士 然後 也可以讓他在目的的卡的時候 也可以拿來特招磁石戰士 那 可以在目的發動的卡的陷阱卡 其實都蠻猛的 我個人覺得 應該可以拿來想一想 好 講了那麼多口很乾 我今天也很累啊 今天 呃 花了一點時間 有點類似小出彩 然後回到公司之後 趕快做投影片 老闆還以為我在加班 我在做投影片 就是 卡核投影片 還蠻荒謬的 好啦 我現在要趕快準備去上片了 好各位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我是晚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 並且分享啦 那新卡核 大家就一起來評估 看能不能把它抽好抽滿吧 各位再見 SWEET